作为一项沟通协调的专门艺术 包括个人平时的买卖溢价 人我关系如何互动相处 乃至于国与国之间的折冲尊祖 无不与谈判学发生关联 广义来说 只要处在对立的情境 就绝对需要借由谈判 来搭建起沟通彼此的桥梁 然而谈判学 涉及心理、人性、历史、政治等层面 欲深入谈判学之唐奥也非意识 然而 早已有人为我们搭起这么一座 轻松进入谈判学的桥梁 他就是享誉海内外的谈判学大师 刘碧荣教授 不管是取材自历史人物故事 或从不同国家的文化观点 甚至如孙子兵法等传统典籍 刘教授皆能信手拈来 借题发挥 深入浅出的来阐述谈判学的理论与实物 更难得的是拥有美国维吉尼亚大学 国际关系博士的刘教授 精通西方严谨的智学方法 又鲜熟传统中华文化的精髓 因而能结合东西方文化之常 根植于传统 又能活用于现代 使得听他的演讲 不仅能习得有效解决问题的谋略与智慧 更大大拓展了你我的思想深度 与国际视野 如何在谈笑风声间 化干戈为玉帛 如何四两拨千斤消除旗舰 化解彼此认知的藩离 请听刘教授娓娓道来 现在进到我们心之卷的单元 那么谈判的到底权力重要 还是心理重要 我觉得每一个面向 都可能要够到 因为通常我们在谈判的时候 我通常比较重视谈判的权力 权力非常重要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有人跟我讲说 老师我讲话结结巴巴 能不能谈判 我说你结结巴巴 结结巴巴的缺点 是没办法把意见表达清楚 但你一定是最好的听众 你绝对不会抢答 对不对 反正你也抢不过人家 但是真正重要是咱们两个谁有求于谁 我有求于你的时候 我再耐不住性子 我也得强迫自己听完 谁叫我有求于你呢 所以谈判它基本上是权力游戏 可是权力游戏是塑造了谈判的情境 可是在桌上互动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不是国家与国家的谈判 而是个人与个人的谈判的话 我们可能还是要触碰一点 谈判的社会心理学 从心理上我们来看一些 谈判者的心理素质 那我们现在在这里面 这六卷里面呢 心之卷是心理分析 我们谈什么呢 我们主要讨论的是 我是什么样的人 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如何互动 谈判过程中如何说服对方 对谈判的胜负怎么评价 我们大概从这里面了解 我那么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 那么也不是特别容易 但是有很多学者 弄过很多的量表 很多的一些东西来看 你看说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从性向测验来看 但我们挑几个来看 我们在谈判上觉得 还蛮有用的一些分析的方式 先看我是什么样的人 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怎么互动 这三个其实摆在一起来看 火之卷里面呢 我们介绍过 面对冲突的五种态度 如果各位记得的话 面对冲突是五种态度 竞争 合作 妥协 闪避 包容 然后我们又介绍了三组的 总共三组纵坐标 三组横坐标 六组变数 所以就性格上 你是不是强力主张你的权益 或不强力主张的权益 我方的权利是相对权利呢 你是强还是弱 事情的重要性是高还是低 然后你看你们双边的关系呢 行为 你们是过去的行为呢 是属于合作的还是不合作的 那你们双方关系是好还是不好 那这件事情呢 利益互相依赖的程度呢 是高还是低 我们在火之卷的时候呢 我们介绍根据这六组的变数 我们来决定 我进到谈判的阵里面 我到底该竞争 该合作 该妥协 该闪避 还是该包容 可是这五个里面呢 无止态度是战略的选择 但是也可能是 谈判者的五种性格 所以有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谈判上讲说 我到底开高还是开低 高还是低 也可能是你的性格 性格 所以这五种性格呢 就是强力主张你的权益 不强力主张的权益 这个坐标就是一个性格 但是我们正更重要来讲呢 五种不同的性格 其实适合五种不同的谈判情境 比如说竞争型 合作或者是处于在谈判上解决问题的 妥协 闪避 包容 那竞争型的 这一型的性格的人呢 会很快找到谈判筹码 也是告诉这个谈判的主谈的人 说领导 你主子啊 我集下这些人 我怎么调配 我今天派张三上桌呢 还是派李四上桌呢 我看他的性格是怎么样 如果今天有一个张三呢 他的性格是非常竞争型的 你可以想见这个人呢 他上去 他会很容易找到他的筹码 那么合作的人呢 这种性格的人会推动谈判 他会问很多问题 找很多解决方案 他也习惯冗长复杂的谈判 有的时候谈判 他非常的冗长 时间拖拖很久啊 然后有的人没有耐性啊 你知道没有耐性 他谈久了 哇整个人就开始欢呢 就开始不耐烦 浮躁 那可是有的人他喜欢 非常喜欢 但是这里面也有关系 我的浮躁 其实跟我谈什么议题有关 我喜欢的题目 我就不浮躁 我不喜欢的题目 我没兴趣的题目 我就很浮躁 对不对 就是他的个性 如果是合作型的 正适合推动谈判 问很多问题 妥协型的这种人呢 他是很快的会找到 公平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差距除以二 最容易就说 好了 除以二了 这跟他个性有关 你知道吗 他不会花时间 去找各种解决方案 他最好就是除以二 那我们在谈判的时候也讲啊 差距除以二 可不可以呢 可以 但不是最早 谈判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一坐下来 你说这样子了 我们把握时间 我们差距除以二 我跟你讲 谁说差距除以二 谁就输 今天如果买卖东西 卖方开八千 买方还七千 那如果买方说这样子 八千七千 这样我们除以二 七千五好了 卖方一定跟你讲说 哎呀 七千五是不能卖了 但是你看 我们本来差距是一千块 现在只差距五百块了 我们差距越来越短了 我们再努力一下 一定可以找到一个 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 就最后可能是七千七啊 不是七千五啊 对不对 谁先讲七千五 谁输啊 所以我们讲说 一开始的时候 差距除以二 这是输的 可是最后的时候可以 如果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就差了一百块 就差两百块 我们大家都已经 所有的战术都用出来了 每个人都精疲力竭了 最后就差这么一点 好了 最后一点 除以二 好吧 大家回家 最后可以 但是一开始不好 所以我们在这里告诉各位 妥协型的个性的 比较主张 好了 差距除以二 闪避的就闪避了 包容的人呢 比较适合团队协作 他愿意帮助别人 他比较会牺牲 他自己原来的坚持 比较适合团队的协作 所以你看这样的人 我底下是这样的人 那我先了解 我是哪一种人 我适合摆在什么位置 或者说 我的对象是哪一种人 我的属下哪一种人 我的团队要怎么摆 这是第一个概念 我们常常讲 我摆什么位置 摆什么位置 然后不同性格的人 碰到不同议题 表现也会不同 对不对 我们常常讲说 不同性格的人 碰到不同性格的人 表现也会不同 所以我们在谈判的时候 讲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呢 就包括人和议题 以及人和人 有的人是欲强则强 欲弱则弱 对不对 欲强则强 欲弱则弱 我越是碰到这种 我的斗性就起来了 欲强则强 我碰到欲弱 遇到弱的人 我就弱 那有的时候呢 谈议题 我不要各位 你们喜欢什么样的议题 有时候得强迫自己 比如说 假如说我很喜欢政治 我看到政治的题目呢 我全身的细胞都是活的 但是我一看到老人福利什么 我就老了 我就没什么兴趣 因为那不是我的专长 也不是我的兴趣 台湾大部分人是这样子 你看到什么隐形的八卦 你精神就来了 一看到国际问题 你就昏了 所以不是你不喜欢看报纸 你不喜欢看这一版 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讲 这里附带谈一下 国际的东西 很多人不是不想看 是看不懂 可是如果带你看得懂 你就会很想看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 你要国际观的东西 要是有潜入深 慢慢慢慢带你去懂 下来这东西很重要 好 我们就回过来 人和议题 人和人 对不对 这个东西有差别 那既然谈到人和人 一定的 是 感谢观看